这个皇上命令得胜归来的将士们脱去铠甲 万万没想到却没有一人听命 反而是栖栖望向皇上身边的大将军 直到听见大将军的命令 他们才有所行动 既然皇上让你们卸甲 你们就卸吧 堂堂皇帝 说的话居然还不如臣子的话有用 雍正心里火冒三丈 脸上却不动声色 他知道此时的年庚瑶 已经不是曾经四爷府上的包衣奴才 而是截至四省 手握三十万兵马 刚刚成功评判西北的大将军 率领兵马进京数值 全北京城的百姓跪地相迎 早已准备好的文武百官 更是进行最隆重的跪影 年庚瑶全部一一享用 直到雍正亲自出城迎接才下马行礼 臣清命征习大将军年庚瑶 恭请皇上圣安 面对如此大不敬 雍正显得毫不在意 反而是赏赐不断 就连在后宫的年秋月也升了贵妃 年庚瑶更是被赐一等功赏 三眼花铃 从大清建立之初 到最后也仅有七个三眼花铃 年庚瑶已经走到了巅峰 雍正却生怕其不满意 论理啊 封你个王爷也不过分 不过自古以来啊 异性封王多没有好下场啊 朕只是爱护你 望你能体谅朕的孔心 事实也不出雍正所料 面对别人想都不敢想的赏赐 年庚瑶多看一眼都没有 便拿出一个厚厚的奏本 上面都是他要封赏的亲戚 看着厚厚的奏本 雍正不敢相信 上面几乎涵盖了西北 大大小小的官员 一旦同意 西北就不知是大清的西北 还是年庚瑶的西北 可眼下为了西北的稳定 雍正不能翻脸 只能先答应下来 好 那就先将 第一等战功的将军们保奖了 其余的 让张庭玉他们妥善安排 你看如何呀 这 直到看见静静的西北军 居然只知军令布置朝廷 雍正的脸色忍不住黑了许多 他绝不会允许任何人 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然而年庚瑶却丝毫没察觉到不对 还在贴心地解释 皇上 您别介意啊 他们这些人在军营里待惯了 他们只知道军令 不知道皇上 面对如此大逆不道的话 雍正没有回应 只是拉着人一起去吃饭 对此时的年庚瑶 无论什么情况都只能安抚 直到晚上来到后宫 雍正才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 面对刚刚身为贵妃的年秋月 全程都在飞脸 嘴里只有两个字 谢想 谢想 快点 在雍正的不断命令下 年秋月只能一件一件的脱下外衣 朝堂上两个男人的斗争 最后却让后宫一个女人承担一切 这到底是何其的悲凉 直到最后一件 雍正才愤怒的起身离开 然而 固满年庚瑶的不止他一个 身为御史的孙嘉诚也早就忍不了了 年庚瑶刚刚下朝 他便当堂撞到年庚瑶以下饭上包藏祸心 谁让你擦年庚瑶的 是上天 大清从四月初就开始大汉至今没下过一场五 根据御史台的占卜是因为朝中有奸臣 而这奸臣在孙嘉诚看来只有一人 那便是年庚瑶 这话真真是说到了雍正的心理 可为了大局 他也只能开口反驳 胡说 你这分明是在假借天下 攻击朝廷的功臣 孙嘉诚却是不管不顾 他不否认年庚瑶的功劳 率领23万大军西北平叛成功让雍正坐稳皇位 可那也是朝廷倾尽全力换满的 不是年庚瑶一人的功劳 这次进京更是说出部将 只知军令布置皇帝的话 简直是大逆不道 而且一来就保举了几百名官员 涵盖了西北大大小小的空缺 朝廷已经有了年选的称号 孙嘉诚的一句句话都说出了雍正的心声 可此时的他却只能强忍心中愤恨 反而为了安抚年庚瑶不得不怒斥眼前的忠臣 你用手 你写 把你的戚忽言乱语都给朕写下来 孙嘉诚也是够硬 居然拿起笔就要写 还是张廷玉提醒臣子 不能用皇帝的笔写字才停下认罪 在孙嘉诚的心里 只有皇上没有什么权贵 如此臣子 雍正又怎么能不喜欢 可眼下的局势 他又不得不让这个忠臣吃点苦头 你这个忠臣 就到五门外 跪在太阳底下求雨去 臣 怜王 臣 杀